哈囉大家好我是啤酒的雷 這個禮拜要連續出片 可以的話影片好看一定要留言喔 因為出片就是為了被誇獎啦 這支影片是來跟大家介紹 怎麼刷煉獄大軍最有效率 這是我跟我工會小夥伴們認為最好的選擇 當然也有可能有更好的選項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 首先如果要最高效率的話 刷圖請選擇自己清最快的階級 獵獄大軍我自己是覺得多人刷比較輕鬆 選項運氣好的話 階級8的獵獄大軍蠻輕鬆就可以破千的 前提是大家裝備都差不多可以清同樣階層的圖 當然如果你本身技術超棒 一個人都清超快 那一個人打魔魂也是可以破千的 主要是這機制的事件進度條要集滿才會繼續出事件 如果你完成的越慢 那你得到了魔魂就會越少 開了箱子也會很少 所以咯那這些地藏的首收我們每一波到底要牽哪一隻呢 好我接下來要開啟懶人包模式了 反正看到這些必選 1.生成魔魂事件的速度加50% 這個選項非常重要 少了這個事件會出很慢 就會少打很多魔魂 2.每一波結束後會生成1-3個魔魂 這裡呢會降下地獄火喔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個的 要搭配後面的地獄火生成魔魂 不過這個火蠻燙的 要小心被燙死 3.地獄火生成魔魂 魔魂加1魔魂 接剛剛上一個選項 地獄火會生成魔魂 魔魂又會加1魔魂 4.殺死魔魂會使你充滿精力 這個會加攻擊速度跟縮短冷卻時間 可以幫助你更快的完成事件 5.看到其他魔魂加1的全選 看到其他各種魔魂加1可以無腦選 選越多個越好 那這邊注意一下喔 簡體版的部分精力這邊應該是翻振奮 會使你振奮 不能選的也幫大家做好懶人包了 1.如果你不能秒殺領主 那就不要選靈組類的 很拖時間 2.不要選靈魂尖塔系列的 非常拖時間 3.魔魂妖魔跟魔魂聚集體 也弄不出好combo 選項太慘沒辦法才會選這種 但寧願選這個 都不要選靈魂尖塔成2 其他功能類 我是覺得都不用選 全部拿去加魔衣 還有加速事件產生 你應該是可以輕鬆打那一層 才去打那一層的 還不能好好打煉獄大軍的話 那就先去惡夢練最好玩的刁文 以上就是今天的懶人包 這支影片希望對你們實用 豔羽大軍的吃挑是隨機的 沒辦法打太高也沒關係 看看好玩就好 錢在這邊也是超級好賺的 1000魔魂全部拿去開錢箱 呃...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伺服器就會LAG 如果你是開材料箱的話 那成吉巴異箱會有30顆尼斯 Iron開40次就有1200顆啦 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我是你們的實況主皮靈J 我們下次見 所以打看了